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乖乖 洞里这么多山猫的尸骨 看来凶手暗地里装神弄鬼已有许多年了 这些年失踪的宫女太监们 肯定都是接近了极乐塔的入口 才被凶手灭口的 你想啊 他刚借山猫杀人 那么一时半刻 肯定不会来这里 既然如此 我们现在需要想个办法 找出来他是谁 洞里那些动物的尸骨 是平日里喂给山猫吃的 这内宫森严 每隔几天都送一大批肉来 很难不引起人注意啊 这个假山 就建在整个宫墙旁 洞里那扇小门可以通往外宫 所以 他可以从外面投尸 可即便是外围 那也是 有专人看顾的呀 这出入的物资都是有记录的 他试运试偷 都很难得手 所以他可以从一群无法言说的对象 嘴里透视 我知道了 派手员 没错 走 钱伯 好久不见啊 方家小子 许久不见都长这么大了 小子 你这大晚上来 不会是又想看老虎吧 下次下次 我今天来是跟钱伯打听个事 钱伯 你这百兽园里喂养野兽的四肉 可会常常丢失啊 你怎么知道的 钱伯放心 我们就是来抓贼的 若说这丢四肉啊 我也说不太清楚 几十年前入百兽园时 我只记得每日四肉耗费半蛋 它也就足够了 可忽悠一日 凭空多耗费了二斤 从那时开始啊 每日四肉都会少些 逐月递增 一直增到十斤左右 就这么少了七八年吧 它又变做了二斤 如此往复 甚是奇怪 就好像 好像 好像 有人养起了野兽 从小养到七八岁时 野兽生死 再从头养起 对吧 对对对对 初时我想要追查此事 旁人还笑我说 太过于紧张 无非就是那帮家伙们的胃口啊 忽打忽小而已 这就对了 这小山猫偷运入宫方便 七八年的时间把它养大 等它快死的时候 再运两只进来 这小山猫 这百首员可不养山猫啊 钱伯 我们说的是案子的事情 对了 钱伯 那这四肉平时存放在何处 很容易被偷吗 哎 这就是我之所以疑惑 为什么没有追查的原因了 这四肉吧 平时都会锁在库房里 可这钥匙呢 除了我以外 工部还有备用的 你说这贼人要想 常年累月地倒四肉